歡迎回來 2021年美國最大影視編劇盛會奧斯汀電影節上 一部反映中國人權問題的故事篇 現場收到了觀眾的好評 並獲得故事長篇類別的觀眾選擇獎 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故事篇《沉默呼聲》 講述了兩對清華大學學生情侶 運用勇氣和智慧 幫助一名外國記者衝破中國嚴密的監視和封鎖 將迫害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在國際上曝光的故事 四名大學生雖然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 但是他們的努力喚醒了民眾的正義和良知 他探討了一個真相和謊言之間的較量 那麼這個事情就不只是在中國大陸了 其實在當今的這個西方社會 什麼是真相 怎麼樣找尋真相 真相的價值是什麼 是很多人應該去關心的問題 影片由獲得東尼獎提名的美國影星 山姆特拉梅爾和前加拿大世界小姐 林耶凡主演 扮演清華大學學子的是臺灣的四名新秀演員 奧斯汀電視界主辦方還透露 今年是從6000多部影片中選出了130多部入圍影展 新唐人記者李威舒燦 加拿大溫哥華報導 本集團 谢谢大家